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终于把状元干到四级了 这几天过得很不容易啊 砍点木头打算回去建房子 却被赶着送了一次又一次 看来林克金的生活确实很坚固啊 好的终于把状元升到四级了 维斯打算先见个粉丝营地 现在很多粉丝都知道小强要重新当 就这都吵着要过来玩 为了一劳容易还是得见个营地比较好 正好小强也可以当个市长过过瘾 见个营地最便宜都要一万八的金条 对待小强只有六千多 看来还得再刚一天养 现在小强可不是萌星了 绝对有把握在一天内赚个一万多金条 三对骑士最赚金条的就是合金赚头了 不过为了快点换点金条以后 小强还是兑换木星吧 现阶段蓝色的也就只有木星和麻金皮比较赚金条 那啦他们两对比的话肯定是麻金皮比较好点的 好的全都上下了 咱们再去弄点其他物资吧 秋智森林的话骨头是最好卖的 甚至现在的单价比麻金皮还要贵呢 一个要70多少金条 骨头可以升级武器或者升装用 现在这区才刚开始 大家主打拼命升装员 小强们可以趁现在多兑换点拿去卖哦 绝对能捞一笔不少的金条 木星应该还没那么快卖出去 咱们可以先去杀死宝打感恩者 这里掉落爪子概率还是很高的 基本每个感恩者都可以爆出一个爪子 小强的装备不要差 也就只能在周围找点感恩者欺负了 要是小强们的装备比较好的话 可以去刷刷佣兵哦 不单只能获得爪子还可以得到新币 萌刀拉宫这项的威力是真的弱啊 灭掉这两个感恩者起码都得耗上一段时间 还要显然走位比较潇洒 要是新手的话 只不定就被他脸给揍了 终于搞定了 平民的生活好坚固呀 咱们可以先把骨头给上架了 比较容易卖出去 爪子的价格也不低 一个可以卖48的金条 偶尔多刷刷这物质还是很不错的 咱们来游箱比金条吧 尽量的提示看着就觉得很舒服呀 小伙伴们你们看 卖掉木心 小伙伴就已经装到6000多的金条了 我估计 再把骨头和爪子都出售的话 装个12000是没什么问题的 虽然现在咱们还不能用到配件 但配件材料还是可以先存一下了 毕竟小伙是零颗金王家 早做准备总是没错的 原本小伙伴还打算等金条到手 就立马去建个营地的 但有个粉丝突然是信我 说是想送个营地给小伙 他说他们营地老是吵架 一点都不和谐 正好知道小伙伴在筹金条建营地 就打算把它送给我了 哎呦 白条一个营地还是很不错的 又可以省下营架帮的金条了 小伙伴打算迟一点 把营地的名字给改一下 不知道小伙伴们 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呢 可以在评众局下方留言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相信你 我是小强 我们下次见 拜拜